大安區民俗委員會秉持著關懷社會精神 積極推動參與各項民俗公益活動 廣受民眾好評 日前受到台北市民政局表揚 由副市長林憶華頒發獎項 今天是台北市政府表揚113年基歐團體 很榮幸我們大安區民俗委員會 每個委員都非常的熱心來做善事 所以我們也感到非常的榮耀 尤其今天有81個得獎人 我們大安區就有20幾個委員受獎 這表示我們大安區 這個是一個大家說天龍國 但是我們也是一個富兒好禮 熱善好施的大善人 大家都願意做善事 剛剛主席副市長也跟大家說明了 今天總共受獎的捐贈的是11億3800多萬元的捐款 今天才有權力來到這邊享受這個捐款 雖然這個禮 搬了這個勃勃的禮 但是非常有意義的一個活動 我們也非常感謝大安區在政區長的率領下 把我們大安區的每個人文特質都表現出來 我們除了感謝我們大安區的民俗委員會的全體委員 也感謝大安區的政區長願意犧牲小我來幫助我們大安區做很多的善事 我們也要順便來感謝區長的付出 每年的這個春節輝豪愛心兼選免費健康檢查 頒發高中大學研究所博士班的獎學金以外 我們也做了城鄉交流 我們今年是第23年做這個城鄉交流的活動 我們每年都選三個鄉鎮 像去年我們是到了宜蘭的南澳鄉 圓山鄉宜蘭市公所 今年我們是選擇新竹縣的五峰鄉 關西鄭寶山鄉做這個捐贈活動 我們就剛剛我所說的把我們大安的大愛精神 垃圾還有濕的精神散佈到全省各地 因為我們每年做三個鄉鎮 我們已經做了23年 等於我們也弄了這個七八十個鄉鎮 這些錢都是我們大安區熱心人士 大家共襄盛舉把大安精神做出來的 台北市民政局當天也頒獎許多 極由宗教團體 民俗委員會及硝醒模範 感謝這些平日熱心奉獻默默醒善的人 福安光平常的話就是提供很多民眾 在那邊祈求拜拜 然後再來就是說我們平常有 弱勢團體我們會捐贈 譬如說像我們中原普渡的時候 有很多大量的食物 我們會捐贈給弱勢團體 譬如說義肉院還有長老院 還有孤兒院我們都會提供大米還有油 還有食物麵線餅乾都會送給他們 我們每年都會這樣做 然後再加上我們福安宮也是列為台灣的十大財神廟之一 然後很多地方都會來這邊拜拜 然後不只是這樣子我們還提供友善的廁所 讓外出人或是出外人都可以來這邊上廁所 不只是我們有最好的微笑 重點是我們有最棒的很多的好人 很多善良的人 能夠在我們的台灣社會 在台北裡面默默地付出 而這些今天我們要強調的觀念 就是一個我們要不能跟著時代變化 好像整個科技的發達 但是提醒我們呢不能因為時代的變化 我們重要的價值 而因為這樣而流失 透過各位成為大家的典範 有一個遵循的目標 也讓我們所有不同的世代知道 其實一個社會要能夠大家覺得有希望 覺得很正向 其實重點就是有像各位一樣 可以成為他們追尋的典範 所以再次就要剛才主持人有提到 今天我們要表揚45個宗教團體 大家剛剛說的11億4632萬 這真的很多錢 大家你看多少我們台灣的民眾 這樣子來發心來奉獻 而這些善款呢 也用到了我們很多的公益慈善 很多的兒少保護 很多的老人關懷 很多的弱勢家庭 還甚至有社區建設 所以就知道我們宗教團體 不只是宗教事業 還真的把善這樣的一個種子 種到我們所有的美人的心中 非常感謝 再來呢 我們的民俗委員會 哇 這是跟我們社區緊密結合 所以我們今天有11個民俗委員會得到表揚 有83位我們的民俗委員 也是一樣要這邊接受我們的感謝 那我們的民俗委員會 不只在台北市推動 甚至一樣到很多其他的縣市 來去把我們這樣民俗改善的觀念 能夠還有很多我們的傳統好的價值 一起來保養 保存跟發揚 再來呢 我們今天有四個孝行模範 這四個孝行模範 也是告訴我們什麼 孝順啊 孝順 這件事情是很重要的 那尤其今天很難得 是我看民政局選的 有一位還是我們現在還在念書的學生 所以就代表呢 孝順的觀念 沒有世代的差異 其中一位是我們的大學生 所以呢 這樣的一個觀念價值的傳承 回過頭來講 今天最重要的部分 就在這個地方 要再次代表台北市政府 要代表長安市長 感謝在座的各位 這次共有45家宗教團體獲獎 捐資金額達新台幣11億多 在民俗方面有11個各區民俗委員會 及83位委員獲獎 以及四位孝行模範人物 藉由表揚大會 讓獲獎人把心中的力量 繼續發揚光大 也鼓勵大家多多省善 記者溫居台北報告